那这边的费用一个月多少呢 这边的3,900 大家好 这里是上海嘉令区的一家护理院 我今天记录一下老人们在这里一天的生活 我到护理院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半 老人们起床早 刚睡好灰龙觉 护工大姐在协助老人下床活动 我们每天吃完早饭都要出来走一圈 每天起床聊以后就是先给老人洗漱嘛 挨着床位一个一个的换尿布 尿裤 擦脸 擦身 早晨五点到八点 我是最忙的时候 要照顾到每个老人 大姐您在这工作多久了呢 我在这工作一年了 现在这一个房间是四位老人 总共是两个房间 八位老人 您住哪呢 这种移动的小床位 晚上的时候 就是把这打开 打开把自己的被褥放在这里 晚上您就住这 对 晚上就住在这里 我这个房间是四位老人 四位老人大概是都是属狗狗的 然后他们都高龄了 都是九十岁以上的高龄 卫生间里面都有注意的 注意的老人来这边挺安全的 你看这是每个人的老人的物品 这个姐姐是军军姐 她是今年 小儿麻痹症 小儿麻痹症 大姐您好 您好 给人打个招 我这一手一脚都是成绩的 大姐您在这住多久了 我住了已经四十几天了 将近五十天 您的退休金可以支付这边的费用吗 可以 我将近五千不到退休金 四千九百多 这边的费用一个月多少呢 这边三千九 可以我可以承受的 所以您还有结余呢 对老人更换着羊护的时候 我都要戴这种一次性手套 这是家属提供的 对家属提供的 每个人一直传我一个格子嘛 在护理院有些老人长期卧床 护工需要照顾他们翻身 喂饭 洗澡等等 好 我们去上个卫生间 我搀扶一下 在他去 或是他们每天都要来 嗯 还有半个小时到午饭时间 有些老人不方便下床 护工大姐开始调节床铺 做准备吃饭工作 给 拿着你的小壶 这个手 好 给你的 军军姐 嗯 好 我们发圈勺了 啊 今天好棒 今天好棒 整理的好整齐啊 这里面 啊 他们每个人都是专人装棍 里数呀 运餐呀 包括他日常生活 那老人们的衣服是谁来洗呢 老人的衣服是我们呀 我们护理员来帮他们洗 洗好叠好 就是归整入味 咱们今天是AB餐 就是有红烧肉 有鸡腿 你喜欢吃哪个呀 吃鸡腿呀 好的 你奶奶最喜欢吃大鸡腿 是不是 好 吃吧 他们每天都可开心 那吃吧 拿着吃碗吃吧 嗯 红豆糙 没有牙齿的老人需要把饭菜打碎 然后再加热 这样方便老人食用 来了 我又去给你打热了 今天这是红烧肉 米饭 今天是两个素菜 一个荤菜 再米饭 吃完饭后 老人们开始午睡了 富翁大姐也开始吃午饭了 不午睡的老人来到活动区域聊天 也有老人选择到绘画室写字 午饭后我逛了一下护理院 这里是24小时值班的护士站 一楼的门枕和药房 穿过一楼大厅 就是康复治疗区 这里的活动空间挺大的 康复器材也挺多 老人们五岁后会到这里进行康复训练 哪些老人需要来做康复呢 有一些康复节之换的 它很容易摔倒一些骨折的 这样的比较多 还有一些就是脑梗 脑出血这样的 一般都是需要康复的 那这边康复的费用呢 康复的费用这些都是进医保的 这些老人不用另外出钱了 对 天坛的后遗症 现在处于恢复期 刚刚带他走路 然后现在就是 把他这个残余的功能给他练强化 我是这一车子撞了 骨子来到这里来康复的 现在康复的挺好的是吧 对 曾经他们也是追风少年 也有各自的高光时刻 但无论你过去多么辉煌 现在他们都一样步履蹒跚 走路需要人搀扶 这就是人生吧 天气好的时候 老人们会走出去 晒晒太阳聊聊天 今天下雨了 所以只能在室内活动了 一个好的护工 我是这样认为的 必须得有爱心 还有耐心 你要建筑不同的老人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 你要是还在哄 用一句通俗的话就说吧 老人就是老小孩 我们怎么样呵护她 她有感知的 你就像前奶奶 前奶奶每天大便 都要用手去铸便 就是我们要戴上手套 因为她没有力气去大便 打上开塞路 然后再用手去把她抠出来 这时候我们这种工作 一般人她感觉不可思议 你看这么脏 有的家属女儿都说 我妈妈我都搞不了 她说我闻到这个味道受不了 但是我们觉得老人嘛 因为我们也有老子那一天 你要是现在你去爱别人的时候 可能我们老子的时候 别人也去这样照顾我 护理院里的各种活动照片 公共活动区的唱歌会开始了 老人们曾经在欢快的音乐中 感觉护理院很像幼儿园 每一次和老人打招呼 都会有纯真的微笑回应你 老人们的晚饭时间是下午5点 晚饭后护工大姐要帮老人洗澡 洗漱后老人们就睡觉了 一天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在这里待了一天 感觉身边人才真正决定老人的幸福 这里的老人大多已经失去了老半 他们的子女有些要照顾自己的第三代 有些还没有退休要忙工作 都没有更多的精力 也没有更专业的护理知识 上了年纪生活不能治理的老人 特别需要专业有爱心人的陪伴 这是老人们的生活 也是我们的未来 老人提我多少文 多少文 多少文 好 好 谢谢大家